各位,跟大家分享一个驻美记者韩鹏的一篇文章 看到我又很有感触 美国疫情现在怎样呢? 今年春天,美国彻底躺平 有人说美国一切恢复正常,岁月正好 商铺客流又回来了,球场现在人山人海 但也有人说美国是人间地狱 譬如今日媒体还在报告,美国出现了二十万个新冠孤儿 这些小孩还未成年,要摸就是父母伤亡 要摸就是轮运单亲 这些中国人很难理解 上面两个说法 都没说谎,都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各阶层已经完全生活在平衡宇宙之中 可以说做到老死不伤接触 上等宇宙,岁月正好 继续在较低感染率之下开工大吉 创造GDP 下等宇宙是人间地狱 感染爆标,自身自灭 不要影响华尔街就好了 这个就是中美抗疫最大的国情不同 这样我们是没有下班的 亦都不敢羡慕 我们是美国驻美记者 所以我住在华盛顿的平衡宇宙做例子 一个说美国首都 你是不是想起白宫櫻花家头街角的咖啡店 这个只是华盛顿西北角 也就是有钱人的区域 华盛顿整个来说 其实在数据上 是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西北角最好 也都挡不住东南区那边拖后腿 东南区是出了名的 窮人区 你要在西南区坐的士过去 很可能会被拒载 因为的士司机都不想死 这幅图里面看到华盛顿的地区 蓝色越深就治安越好 蓝色越浅就治安越差 西北蓝到发指 东南淡到变白 先讲讲平衡宇宙的东北区 华盛顿东南区 他刚去美国的时候 不了解事情 有机会去了两次 以后就算给他 他都不会再去 因为连警察都很少去 几乎是一片末日景象 屋七楼八歪 吐住暖七八租的桃鸭 很多人说这些是黑帮画地盘的标志 路面开裂 路边的车 那些保险缸掉了 枪打烂了 路边的一帮一排 但是忽忽悠悠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在一间东南区超市里面 一进去就听到一个黑人大妈和收银员发生口角 周围的人见怪不怪 见怪不怪 看来就像普通事件那样 在东南区这些地方 病毒正在疯狂地传播 而且疫情造成二次灾害更加可怕 受到疫情的冲击 美国一季度的GDP下降了1.4 今天最新的数据通胀到8.3 而失业 降生 感染 死亡 首当其冲 就是这些穷人 出门没工作 回家被老婆骂 小孩没得上学 路人家感染了新冠 面对生活的苦 这些穷人 暴力的就是犯法 开枪 抢钱 杀人 不暴力的就是靠吸毒麻痹自己 美国今天刚刚公布了一个恐怖的数字 美国去年吸毒致死人数10.7万 再创新高 前年吸毒死了10万人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破10万 吸毒的数字和疫情是正相关的 只是疫情死了100万 这个恐怖数字被掩埋了 在这个平衡宇宙的富人区 确实岁月正好 虽然距离东南区的末日景象 只有15分钟的车程 但西北区就好像 好莱污大片里面 展现现现代化的美国城市 那些白人中产小姐 身材又好 顏值又高 男朋友又 又碎 名校毕业那种 几乎一辈子都不用去东南区 对这些小姐姐来说 消费就是whole foods 买有机食品 零卡路里饮料 新鲜水果 上班就在西北区高档的写字楼 那种 連有健身室那种 周末看看波 虽然人山人海 但在美国能够有钱去消闲看波的人 大概都跟他差不多是跟那个阶层 所以 富人区 即使有人聚集 传播病的机率 亦都低于中国这种各阶层相会密切 并没有形成平衡宇宙的地方 这位小姐姐在富人区生活 病毒几乎是接近清零水平 准确来说 在比较低的感应度下 与病毒共存 与病毒共存 与中国的共存派的说法 完全不是同一意思 美国与病毒共存 是在平衡宇宙上的上等宇宙 可以以较低的死亡率去共存 下等宇宙自生自灭 而中国也同一个宇宙之中 各阶层来往密切 病毒来了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黄思聪也去KTV 他去的KTV 也不是普通人 一辈子都不会去那种 只是他去消费局 里面又漂亮 那只瓜更大 中国富豪再有钱 都没办法生活在其他中国人 老死不殇 密切的平衡宇宙里面 因为我们没有阶层 像美国那样分化 中央各种派去扶贫 解决各种问题 他在国内做记者时 三天五两头派去山居 农村十八线乡城做新闻 比如随便找一条2017年 作者在甘肅天水村农村留守儿童 五年过去 这些儿童已经十六岁 他一家人 已经和全国一起脱贫 我和这些孩子的生活 不是平衡宇宙 我也不想和他们成为平衡宇宙 等这位作者回到国家后 他会去天水找他们 但我肯定 就不会去华盛顿的东南区 我知道你想看这些画面 作者已经答应大家 带大家去费城的 肯斯顿大街 Cansington Avenue 那里我已经做过一些视频 我将一些接链放在描述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在美国一个吸毒 那些人如同丧尸的地方 准备帮各位观众拍一辑《平衡宇宙》 他已经去过踩个点了 那时不敢拿手机出来 因为太危险了 所以他想着下一次 用车载记录仪去拍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幅图似乎不是类自Cansington 这几年了 美国这个社会 不是我们中国人 可以接受的社会观念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 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的民族 我们非常体重 全国的进步 而不是只是一小撮人的进步 这个作者说得很清楚 美国有个平衡宇宙 有钱的一堆 没有钱的 自生自灭 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况